請問總經理我們均帆的油壓鋼產品可以應用在什麼樣的客戶上呢? 我們主要都是應用在車子的設備裡面 像是硫化機還有模具製造 那在台灣來講呢可能像是乾鐵產業像是中鋼集團 還有堆高機還有醫療產業裡面的手術台跟是Biscay 那我們知道均帆有一個要邁向亞洲前五大的目標 那在達成這個目標之前我們需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嗎? 那最主要就是要有人才跟錢才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照我們的預定的目標 然後去建造廠房啊 然後去做各個行業的醫醫的研發跟投資 那想要請教總經理我們均帆最看好哪些未來的商機呢? 應該是以兩個產業來講 像醫療 所以我覺得醫療這個產業未來只會蓬勃發展 像是在鎖住台啊還有CityScan 還有各行各種不同的那個器台上面 我覺得這個產業都會再往上走 那再來就是封電這一部分 我們也很期待封電這一部分的產業 未來可以讓我們增加更多的預售 請問你認為公司治理最重要的觀念是什麼呢? 我覺得公司治理因為我們現在也是一個商櫃公司 那所以對我來講總經理的職責就是要帶給股東的權利最大化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最大化呢不是短短的一兩年的最大化 我看的可能是長時間的可能五年思念 因為可能你還是需要做一些資本的支出啊投資 那投資這一部分可能關起 會有一些折舊 然後會降低股東的權利 但是長期來講我相信可以帶給股東更多的權利 請用一句話形容君凡是什麼樣的公司 我認為君凡就是一個誠信的公司 那對客戶來講就是一個專業的公司 10米民人 3 2 6 7 8 9 10